經過昨晚兩組分組賽的四場賽事 今屆世界盃所有分組賽已經踢完了 三輪賽事全部踢完了 要進入淘汰賽階段 昨晚兩場是甚麼呢? 四場賽事包括G組 韓國對葡萄牙 以及加納對烏拉圭 最終都激烈 特別是韓國對葡萄牙的比賽 韓國先落後 開球賽段先落後 在二十多分鐘後追回1比1 一直交著狀態 到最後保持階段 憑著後備入體的王喜燦 在一次反擊中 接應阿新 孫興敏的直線 側向他走到很漂亮的位置 射入 奠定性局一球 二比一反勝葡萄牙 因為憑著教界得失球 令到在另一邊商 以2比0贏了加納的烏拉圭 就不能出線了 最終這一組首名就是 葡萄牙出線 次名出線就是韓國 烏拉圭排第三 加納只有3分 排第4 另外一組就是 兩場球 一場就是喀文龍對巴西 以及塞爾維亞對 瑞士 最終 塞爾維亞對瑞士 一定要贏這場球 因為塞爾維亞只有1分 瑞士有3分 所以瑞士就和也OK 而最終 瑞士在這場球贏了3比2 塞爾維亞就出局了 瑞士也是因為這樣 兩勝一負的成績 6分排第2 僅僅是因為得失球差 不敵同分的巴西 巴西在另一場 派大批副選之下 表現就不似預期了 被喀文龍的隊長兼射手 阿布巴卡 在保時2分鐘的時間頂入 全場唯一的入球 瑞士是1比0 贏了巴西 也得到他們 自2002年 第一次在世界盃決賽中的勝仗 對上一次他們是02年 在日韓世界盃中 1比0 贏了沙地 當時入球是現在的 瑞士的中中主席 伊棟澳 最終這組是巴西兩勝一負 6分 入三球失一球 入三球 失一球 的情況下 排榜 兩勝一負 瑞士 就沒有了 也是兩勝一負 僅僅在這個 可以說是這個 沒有什麼啦 就是這個 叫做 得色球差 就較弱了 排第二 他們就入了 四個球 以及失了 就是 三個球 正一 僅僅被巴西少一球 排第二 次名出線 第三就是 赫密隆 就 一勝一獲一負 4分 第四位 只有1分的蔡爾維雅 在開線這條影片之前 麻煩大家幫幫忙 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以及幫忙分享出去 世界杯期間繼續慢慢開Live 特別去到淘汰賽階段 更加會有些 重點的賽事 就不得不開了 就開始進入這個八二化階段 希望大家都Subscribe 進來先 我們一起去看球 吹水 說一下波經 還有可以 Follow my Patrick 樂宇露的IG 幫忙分享出去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share 好 首先看看葡萄牙在這一組的表現 葡萄牙第一場球 對著加納 對著加納這場球 其實葡萄牙 踢下去 雖然算是控制的戰局 但是 受制於加納的反擊 以及防守 好 很多時候對著加納防守 攻不破 他們的 穩健防守 最終 只是3比2險勝 差點和 因為 保試階段 臨願長前 門將迪奧高哥斯達 派交 按Kel-Kel 沒有留意後面還有人在 打算打開 幸好這位恩乃基 威廉斯截倒球後 滑腳 最終射不入 不能 起腳射 第五局 翻身又快又接 但這場球由葡萄牙贏了 第二場對於烏拉圭 就算是贏得比較清脆利落 有說服力一點 2比0贏了 兩戰全勝之下 到第三場作出大量的輪換 對於韓國 雖然先開幾路 但也被韓國連入兩球反勝 最終是兩勝一負 普通牙 這屆的賽事 其實人腳 大家都知道 都是熟一熟臉 人腳方面絕對不差 但是為何踢上去的眼睛差點 教練費南道山道士 真的很保守 不會因為多進攻球員 就踢得比較開放 怎樣比較主導一點 都還是偏向 防返為主 或是控球在腳 踢下去 就比較少綁手綁腳 特別有些球員 例如背後導師 簡歇路 甚至搬奴等球員 踢下去真的有些綁手綁腳 例如簡歇路在曼城踢得 即是來去自如 進攻攻守兼備 在葡萄牙那隊純粹是一隻閘 沒有發揮到最大的效用 貝拿道斯為有益 在曼城周圍走 周圍轉 但在葡萄牙那隊 回到葡萄牙那隊 亦是一個比較普通的中場球員 發揮不到他應有的作用 應有的效用 這正正是 貝拿道山道士 為人救病的位置 穩穩定的 但問題是當球員 發揮不到最大效用的時間 其實也是死的 對球的表現也是有影響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 大哥 斯朗 大哥 入球的決心一直都很大 就算是今屆的賽事 你看到他在前面很努力 這個心態 無用置疑 不過 不過 能力方面 隨著年紀的增長 不得不承認真的已經在退降 大哥很多時候有些機會落到 你看到真的有轉數 爆發力的甚至乎 那不可能是普通 咬的腰也不夠力 等等的情況之下 射到 也無法打壓 甚至會離看你 令人覺得是有心無力的感覺 亦令到某程度上成為了葡萄牙前線上 的一個很大的問號 究竟是否要繼續用他 你用他 如果他真的想 不可以說想 你繼續用他希望他踢的位置 正戰頭的位置 其實對於你的轉攻線 絕對沒有什麼幫助 甚至要拖累了一些 我敢說用拖累這個字 因為他在速度上已經跟不到了 逐漸跟不到了 把握力 因為隨著他 有時候他即是甚麼呢 大哥不得冷靜 越急 就很想我入球 明白的 有決心 越急就越亂 影響到判斷 所以呢 如果你要放在這裏 對於入球 那方面就差一點 反而你說收起他 例如李奧 打個反擊 那就可以 沒辦法 因為始終 今晚賽事 祖達恩雙 決陣 無緣失敗 沒有祖達這些在前面走的球員 對大哥來說也有很大影響 加上他年紀大 他又 很想入球 如果不是的話 連 頭巫 說他說頭巫碰到的球 死咬 是要說是自己入球的 很明顯 他真的想搶神社手 成為史上 世界杯史上最大年紀的神社手 當然想歸想 現實行不行 就另一回事 但是這件事 令到葡萄牙進攻 很多時候以他為一個 目標 前面有個 正中鋒在做目標 是OK的 但是問題是 正中鋒也要懂得 靈活的走位 靈活地知道 有些情況要改變 角色也要改變 這正正是葡萄牙 比較令人擔心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中場上 控球方面是無用之的 但是 似乎在防守方面也不足夠 無論出丹利魯帕尼拉還是威廉卡華露 當然 令到防守的效率降低 每次打死 魯帆尼維斯 令到他有時都很負荷很重 法蘭道沙路士又因為 過份保守 總是不肯有些變動的陣容 明明有馬迪奧斯 紐尼斯 也有帕尼娜 這些可以 分擔一下 魯帆尼維斯工作的人 下半場才換進來 情況都不同 很難 正雖然用魯帆尼維斯 但是打得乾了 這方面也可以改改陣容 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其他球員 還有就是 門將方面 迪奧高哥斯亞似乎都給不到人太大信心 暫時看來 他需要自己 慢慢想想如何改善表現 16強的對手將會對著瑞士 瑞士出了名 穩打穩擇的這支球隊 防守 嚴密 有紀律 是進攻就差一點 進攻真的差一點 安保路 不是一個多產的射手 還有踢法是比較粗之大業 簡單的 向前衝呀打反擊 趁你知 他會比較嚴重 沒有了 所以其實進攻也好看沙基利的狀態 很威上來的時間就可以Carry到前面的前線 不好的時間沉的時間 前面那條進攻線也隨著一起沉 而瑞士這件事就是中場 沙卡 尋找適合他的位置 即是 做一個是中場轎炮的角色 旁邊有傅立幫他做一些 叫做 開路或者一些 Dirty work 加上這個 蘇維也是 所以沙卡的表現是得到 保證可以說 後防方面 其實後防 瑞士一向都不差 但是似乎今屆 今屆賽事入面 他的後防 有少少令人擔心 譬如 當遇正 好像塞爾維亞的對手 在 兩邊出球 或者攻攻勢比較強 似乎就開始 有少少好像看不住了 特別是米祖域那些 硬硬硬的衝過去 艾簡事就搞不去 幸好 你說對於葡萄牙 頂洞也是大哥 沒有太多這些球員 但是 瑞士 譬如兩隻閘 域馬和列卡路 諾迪古斯 轉身慢 和速度都偏向 越來越下降的時間 會不會成為了防線缺口呢 以及門將恩蘇馬也因為感冒 所以 如果葡萄牙對著瑞士 看高一線絕對是葡萄牙的 但是 瑞士很硬 葡萄牙要贏5-2 可能這場分分鐘要踢到家事也不出奇 瑞士不是沒有機會的 到了H組的首名 就是巴西 巴西大熱姿態 大家都說 被笑為今屆賽事的一支大熱門 踢起來又如何呢 第一場幫他贏了 蔡爾維亞 憑著Ricci、梅開爾多、里塞尼神 包括一個很漂亮的金球 途中這一個 半車身 之後第二場 對瑞士1-0 憑著卡斯米露入球1-0的小勝 第三場 派出大量副選之下 被喀麥龍本時階段攻入 輸0-1 但是最終 兩勝 一負成績6分排首名 是晉級的 但是巴西的表現如何呢? 巴西的表現 老實說 不是真的 好像未能夠令球迷十分滿意 你說是不是真的對板呢? 算是 算是 為何說算是呢? 因為某些位置上 例如防線 中場性方面 絕對是 球迷所預見的 防線 泰加高斯華和馬君盧斯的夾檔 加上中場線 卡斯米露 無論拍攝 阿Fred也好 帕基達也好 都可以 射到 中場控球和搶截的級數 只不過 有些位置方面 球員的狀態 可能對手因應的打法不同 顯得有少少就可能有落差 然後閘位 大家也不是落差 因為丹尼盧是一個比較普通的閘位 你不要像丹尼盧斯 走路走路 又弄軟射 阿里斯沙恩zo也是偏慢的 助攻力有 偏慢 好了 最主要是前面 前面你用了 利馬打過進攻中場 右邊是拉芬娜 左邊是Vinney 前面有Ritchie 尼馬的受傷 亦有影響到球隊 再次說尼馬 現在在巴西瓜隊裡面是重要的 他又可以什麼呢 二來就是 他可以扔著球 可以吸引到幾個後衛過來 看他 變相為隊友製造了空位 他一決陣 其實就沒有人跟他配合到 即是沒有人配合到 試過對瑞士那場球 雲尼修斯 又在左邊扔著球 引了幾個後衛過來 只不過後上 Cutback Follow那些 沒有 或者是慢 所以雲尼修斯很快就被人 清走的球 其實這方面正正就是那個位 本身是尼馬 尼馬跟修斯比較好 但是內何受傷呢 這也有影響力 出來了 第二就是 巴西似乎對於一些 死手或體力化球隊 有一點點 雅煙 對瑞士那時如是 對蔡爾維亞的上半場也如是 怎樣可以去破密閘 怎樣可以 去摧毀別人的防線呢 這個就是敵題要想想 因為淘汰賽中 隨時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分組賽 你可以說 慢慢保持著 淘汰賽看到一場過 一分一秒過 球員的心情會否因為緊張 心急而去造亂決定呢 特別當淘汰賽 給對手手和 加時幣2分鐘再射10二馬 到時就不能說高低了 42馬 這正正是 敵題需要 需要去 正視的問題 前面是不是可以試試 有時候早點換一下 譬如是耶穌仔 或者是洛迪高的球員出來 去用一下 中場 可以不需要那麼多公兵 用回 古馬雷斯在這裡 也不可以呢 看看吧 他16強的對手 對著韓國 韓國這對球 很搞笑 第一場球 和了烏拉圭 0比0 之後 對加納看得很燦爛 落後兩球 接著連追兩球 曹桂成 那個空中霸黃色的頭鎚 很漂亮 追和之後 沒多久 又被加納入一球 輸了2比3 接著對 半力出擊的葡萄牙 又是先落後一球 連入兩球 2比1反勝對手 終於獲得 次名的出線資格 韓國這對球 行軍 快速 但是呢 組織方面欠缺創造力 防守穩健 其實算穩健 但是有時候 穩健還穩健 也不是沒有弱點 兩閘的位置就是弱點 特別左邊的金珍珠 助攻力很強 但是似乎都是 攻強於手的球員 你對著 譬如 拉芬娜 甚至安東里 真的未必可以做得好 就算右邊金銀門 對著Vinney 是不是可以做得好 都很懷疑 就是 還有 中場 沒有創造力 對於 組織攻勢方面 是有很大影響 很多時候可能都要靠反擊 或者甚至死球 才能做到威脅 前面曹桂成真的可以撼 但是對著老鬼 泰古斯華 馬君奧斯 還可以 表現出來呢 最主要就是前面 阿新的狀態仍然是差 阿新今季 今季在熱市開季到現在 狀態未好過 未好過 想不到來到那一隊都是 其實 都要盡快 pick up 回 否則韓國前鋒線 比較 雜細一點 所以這個對捧 老實說 當然是韓國八勢一線 韓國八勢一線 韓國其實入隊16強 都已經算是有所交代 好了 出局的球隊 可以說一下 奸納和烏拉圭 這兩隊 聽說烏拉圭就沒得說了 陣容老化 看起來就是武器沉寨 本身已經保守了 再加上武器沉寨 高癲 馬田卡沙利斯 維仙奴 蘇瓦雷斯 甚至後備席的卡雲尼 這些球員 沒有啦 逐漸腦退 亦都跌跌得很厲害 特別是蘇瓦雷斯 馬田卡沙利斯 蘇瓦雷斯更加是 跌跌跌到連追球都沒追到 撞球都撞得不穩 所以烏拉圭最終出局 都沒得說 林美 不讓佳納贏回場 拿回彩 但是 佳納呢 這對球也是 可以說一下佳納 這對球也是一般的非洲球 防守方面其實很穩健 無論是第一場對葡萄牙還是第二場對韓國 都看得到 問題就是他們的穩定性 不是太高 不可以整場球都保持穩定性 但是很快就 出現失誤就被人把握 攻入 第一場對葡萄牙就是 2比1和3比1的球 因為防守少有失誤 然後對韓國也是 被韓國按住攻 最終打亂了一個亂層次 這場對葡萄牙 葡萄牙也很輕鬆鬆的 所以 佳納這對球 和葡萄牙的出局 在這一組 其實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似乎再看你和韓國那些比 人家起碼也有個決心 葡萄牙最後一場對佳納 很大部分時間下半場零先2比0也好 有少不思進取 最終因為這樣輸了得失球差 都頗有自取 另一邊 G組就是 赫敏龍 赫敏龍 這對球是挺意外的 因為最初打算這一組都是戰底 之前赫敏龍 三年敗 想不到會取回 那麼多年的第一分 然後又再取回那麼多年的第一場勝仗 赫敏龍這球在桑字帶領下 第一球 下半場出來的時候都是散修修的 可能是輸了之後也是典型的非洲隊 沒有什麼紀律 但之後第二場 對著蔡爾維亞 落後1比3之下連追兩球 3比3迫和對手 這場可以看到 赫敏龍要穿起來 要打起 團體性 絕對絕對有條件 第三場也贏了巴西 赫敏龍的防守真是差 但是起碼 中之成成 踢多個團體性 是很少非洲球隊可以看到的 甚至之前的赫敏龍也看不到 似乎凝聚到的球員 也是好事 翔波莫亭 在赫敏龍的角落隊 真的特別好球 艾波巴卡這個隊長 進來後 把握力 告訴你什麼是把握力 就是第二場球撩進的球 凹進的球多漂亮 再加上這場球 這樣撕進來 頂入 希望赫敏龍之後 看看會不會有 雖然出了局 但是在國際賽上 也有些作為 那麼 塞爾維亞就令人失望了 開賽之前 大家都說塞爾維亞有機會亂局 又說有機會可以爭出線 最後到頭來的1分 踢下去塞爾維亞 真的 沒有什麼士氣 沒有什麼團隊性 防守 鬆散 經常走掉 前面 要打防反的時候 又做不到球上去 特別是對巴西 對瑞斯的時間 拘捕不起 對赫敏龍 真是很打士氣 反級3比1之後 又是點1 最終又吐出來 被人3比3追和 塞爾維亞這隊球都是鬼鬼的 入真大賽都古靈精怪 不知道為什麼 史度高的教育是點1 這班球員都古靈精怪 最後兩組的總結 以及 對於16強的幾個對碰的小小小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會覺得怎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就是 這一集來到這裡 最後也悠悠大家 入隊友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還有麻煩放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 這條影片的頻道 細個半期間 最後一段都會繼續 慢慢開Live 希望大家subscribe 又來一齊看球 一齊 留下鹽出水 記得幫忙分享出去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還有可以follow Petro樂迪路的IG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